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部电影中的绑架和我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受害人只有在最初被绑架的时候被捆起来 之后他一直都是人身自由的 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跑的 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因为弗兰基带他做了很多他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 他仿佛是开启了一个新世纪的大门一样 满足青春期的他对久性的好奇 虽然并不是电影中的绑架案 但是却也让约翰和弗兰基较头烂额 因为他们已经和受害人有了情感联系 但是迫于外界环境又不能坐以待毙 事态在微妙的变化 原本这些少年们只是在一起玩一场游戏 可是却没有想到最后约翰真的会起待一 约翰就是我们所提到的AlphaGo 弗兰基以及蒂科则是BetaGo 至于捷克则是位于15连底端的GammaGo AlphaGo让BetaGo杀死了GammaGo 然后事情败露BetaGo代替AlphaGo背了黑锅 而作为领头狗的约翰则逃出国外 直到几年后才被捕 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向了终点 每个叛逆少年的青春里 可能都有着一个大哥 那个大哥是你心甘情愿的为民事从的人物 他带你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像是约翰和弗兰基 弗兰基和杰克的关系那样 虽然也的确是成兄道弟的好兄弟 但是约翰还是让弗兰基背起了黑锅 而弗兰基还是杀害了杰克 杀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随意的去杀人 受害者已经成为弗兰基的朋友 可是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时 还是会选择杀害他 这的确是整部影片中 让你感觉很可怕的地方 因为少年在毒品绑架中 最终还是泯灭掉了人性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